大家好 我是燕羊小辣椒 燕羊小辣椒 敲破碗的廠商Paisé 終於去第二集 上一集那個Paisé夜黃素廠商 真的是蠻容易得罪人的 消費者那個敲碗生 大家都想要知道這些保健食品的小秘密 這外面聽到沒有 再加上 雖然我看起來沒有很像 但我畢竟還是一位營養師 不忍心看到大家花錢買了個寂寞 畢竟賺錢 都挺不容易了 就說賺錢不容易吧 等著筆記好好寫 畢竟看一集少一集耶 今天要來Paisé的是 一樣是保健食品的大咖 益生菌本人 大家不來吃蛋很多我都 看不懂在吃什麼呢 For一個Sample 益生菌飲益生菌動 你可能會想說 好好吃又好健康 一天以後覺得自己 齁 怎麼那麼壞買呢 但你沒有想到的是 這種質地的益生菌要加水 加了水的益生菌 事情 開始變得有趣了 為什麼 烏龜怕鐵錘 益生菌怕水衰 充滿水的環境下 益生菌他扛不住耶 菌都死一片 難怪益生菌無感 再來這種技情要怎麼樣 一定要好好吃 你才會好吃一直吃 那你沒有在跟你吃的苦中苦呢 色素香料甜味劑 沒加我就跟你信 營養師不是酒天玄女 我也是凡夫俗子 我知道好好吃的東西 是生活的調味劑 但平常吃的餅乾手搖飲 尤其外食族 糖跟添加物吃的還不夠多嗎 這種技情就好像是零食一樣 但零食 掛上益生菌三個字 那個價格 翻杯跳 啊 親愛的 你不是為了喝飲料吃果糖 才吃益生菌的吧 都補到一堆死菌跟添加物 難怪無感 還有一些媽咪呢 會買益生菌軟糖 來 剛剛如果沒有睡著 我們都知道這種好好吃的技型要怎麼樣 色素香料甜味劑 沒加我就跟你信 我們都知道呢 要讓小朋友補充百分之百 無添加的天然食物 這麼早讓小朋友接觸糖跟添加物 其實小朋友很容易挑食耶 每次有人拿這些益生菌產品給我看的時候呢 我都會露出一個尷尬又不失禮貌的笑容 來個例子 很多消費者他都會這樣子覺得 欸 我自己天不順 那我今天來吃益生菌好了 其實益生菌它對人消化道的幫助呢 它是需要一段時間的 一般來說呢 會需要每天去補充 欸 不是在幫他提供耶 搞經濟一十五 而有些廠商呢 為了要讓你驚天有感 就在裡面加了清泄劑 為了讓你拉 清泄劑像是 旺江南 絕名子 乳葵素 氧化煤 番茄葉 還有誰呢 俄伯樂 其中 番茄葉跟俄伯樂還被政府禁用了 加這些東西呢 就是要營造出一個排便順暢的假象 你可能會想說排便順暢不錯耶 欸 不常耶 這種清泄劑的成分呢 其實很容易呃 呃 產生依賴性 而且也容易有營養素流失 或者消化道牛膜受損的問題 它前傷身啊 剛剛以上呢 是 我看不懂益生菌的部分 以下呢 就來教大家 所以我益生菌到底該怎麼挑 第一點 唇 除了益生菌本人跟益生菌食物 其他的成分都容易影響到這個產品的水果性 要記得 烏龜怕鐵錘益生菌怕水衰 建議呢 選擇具有歐盟百分之百無添加認證的產品 第二點 產品標示保證菌素 所謂保證菌素呢 我就是 保證你有效期限的最後一天 都可以吃到宣稱的菌素 如果產品它沒有保證菌素 大部分指的是出場菌素 那益生菌它只要離場之後 它就是會慢慢慢慢的死掉 到你吃進嘴裡的那一顆 你到底吃了多少的菌 可能就跟渣男的愛一樣 意思意思 第三點 會比較建議粉包 菌素膏又不容易有添加物的問題 四點 成分標示透明 其實益生菌它有分球菌跟感菌 大部分的研究還是以感菌為主 球菌的幫助呢比較有限 再來它也很好翻 只說它成本可以壓得很低 可以很容易衝高菌素 所以一個益生菌產品 它如果同時有球菌跟感菌 但它沒有說明球菌多少感菌多少 那它就很有可能是 一大堆球菌配上這樣子的感菌 所以會比較建議選擇全感菌的配方 比較不會有爛魚充數的問題 以上是我們拍水系列嘲嘲第二集 終於拍完了 好累喔 欸大家都在敲碗我得罪大咖耶 是妙齡是光明登榜 讓我點一盞 記得幫人家按讚分享加留言 我才有拍下一集的動力耶 喜歡打喜歡口愛打口愛 希望有下集啦 大家掰掰